美国电影拍得太假了 这才是他们监狱里的真实场景 在美国克拉克监狱 囚犯们整天无所事事 有的人鬼哭狼嚎 有的人争强斗狠 还有的人连预警都不放在眼里 居然当着他们的面 吸食毒品 更荒谬的是 很多人会故意犯罪入狱 就因为这里的毒品更加便宜 监狱内部如此混乱 肯定离不开管理层的腐败 而前任监狱长 就是因为收取大量贿赂 被判处25年有期徒刑 虽然同时被处理的还有其他预警 但新任监狱长杰米非常清楚 监狱的贪污腐败等问题并没有根除 毕竟囚犯们仍源源不断地 从外面得到更廉价的毒品 为了搞清内幕 监狱长杰米制定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计划 那就是招募七名从未进过监狱的普通人 当作卧底 帮助他打探犯人们如何进行私下交易 尤其是谁在帮助囚犯运送毒品 如果谁能在里面坚持60天 并且提供准确情报 那么就会获得100万美元的奖励 这么好的报复机会 赶快艾特你的冤种朋友 看看他能在里面坚持多久 第一个入狱的男人名叫扎克 是海军陆战队现役军官 曾多次去伊拉克等国家执行任务 如今即将退役 他打算退伍后去当一名击毒探员 如果应聘成功 必然会经常跟毒贩们打交道 而现在有一个既能当卧底 又有高额奖金的好机会 扎克怎么能够错过 办理完入狱手续 扎克扛着个人物品 跟着狱警来到C监区 此时扎克的表情非常淡定 但内心还是挺紧张的 毕竟他还没有入狱经历 也不知道监狱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会不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危险 其实内心紧张的不只有扎克 还有监控室里的监狱长杰米 七名志愿者都是普通人 万一他们在监狱里 受到无法想象的伤害 那么杰米自己绝对脱不开干系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杰米特意在囚犯放风的时候 全面升级了监狱内的监控系统 并且在入狱前对七名卧底 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紧急培训 要知道这些囚犯们的身份十分复杂 杀人犯抢结犯等等都被关在一起 而且他们极度危险 又同时痛恨所有警察还有卧底 万一卧底的身份败露 那他们肯定会陷入极度的危险之中 所以杰米除了邀请最有经验的培训官外 还对参与者的真实身份严格保密 整个监狱也只有他和办公室主任梅普斯知道 当然 七名卧底的信息也都是假的 比如扎克的罪名就是持有非法枪支 进入牢房后 扎克面无表情地走了一圈 然后就把东西放在一个上铺 紧接着他坐在凳子 开始观察周围的犯人 多年的从军经历让扎克越来越冷静 因为他知道周围的犯人也在观察着他 事实确实如此 作为罪犯 他们对新来的犯人有着极高的警惕性 如果发现任何漏洞 他们都会纠缠到底 万一惹生气了 毒打一顿都是轻的 扎克很清楚这个规则 所以一开始 他就默默地坐着 如果有人前来搭话 回答的也是不卑不亢 毫无破绽 没多久 扎克敏锐地发现 有人在打扫卫生 并且周围的犯人 似乎对他很尊敬 实觉告诉扎克 此人的地位一定很高 于是起身主动帮忙 很明显 扎克的行为 赢得了大胡子的好感和尊重 更关键的是 此人正是C间区的老大 既然老大都如此欣赏扎克 那其他犯人 怎么敢不给面子 很快有人主动送来一包方便面 还有人送来一套餐具 闲暇时 大家还在一起打牌 短短几天时间 扎克就能跟犯人们称兄道弟 这个能力连办公室主任都惊讶不已 原本还担心扎克的军人身份 会惹大麻烦 现在看来 完全没必要了 不过这些还不算什么 接下来发生的事 才真正体现 扎克的过人之处 入狱第七天的时候 一名叫做沃尔玛的犯人 将扎克约到了牢房里面 打算将手里的毒品卖给他 好家伙 这么快就碰到监狱里的秘密交易 扎克的内心兴奋至极 不过在入狱前 他们签订了一份协议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 不能在里面做任何违法犯罪的事 否则会真的变成囚犯 所以 扎克只能先拒绝 然后再想办法接近沃尔玛 套取有关毒品来源的情报 如果说扎克是成功案例 那么接下来 这位就是妥妥的反面教材 他叫罗伯特 今年45岁 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入狱前 罗老师非常自信 因为他曾经让很多问题少年 改邪归正 也相信自己 能够和狱友们打成一片 并成功感化他们 再加上完成任务 能够获得巨额奖励 所以 罗老师对这个挑战 有着浓厚的兴趣 为了避免怀疑 罗老师跟扎克的入狱时间 并不相同 而且他被关押在隔壁的地间区 进去后 罗老师忽然觉得 电影拍的还是太保守了 看看这周围 都是什么妖魔鬼怪 内心忐忑的罗老师 环顾四周 发现里面根本没有空余的床位 最后还是在犯人的指引下 找到一处空地 铺好床垫 罗老师并没有老老实实地待着 而是马上准备交朋友了 他先是不停地在大厅里面转悠 然后见人就笑眯眯地点头 而其他犯人早就对他议论纷纷 都觉得罗老师似乎有什么大病 溜达了半天 终于有一个光头小胖 主动搭理罗老师 看小胖的姿态就知道 他十分济觎罗老师的美色 而罗老师却认为小胖十分善良 还把他当朋友相处 聊得那叫一个火热 很快监狱老大看不下去了 他让人把小胖叫过来 然后狠狠地教训了一番 此时罗老师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其他囚犯盯上了 竟然还拉着别人继续口骸 结果一不小心 把自己犯的是说乱了 原来的剧本 是罗老师因为闯红灯 被警察拦下 然后发现 他的身上有盗窃拘捕令 于是被关进监狱 但罗老师忘乎所以地说成 是在65号公路闯红灯被捕 犯人一听 立刻发现里面有漏洞 因为65号公路是高速公路 根本没有红绿灯 这说明罗老师在故意撒谎 再加上他的行为太过诡异 所以有犯人断定 罗老师在入狱前 肯定是名警察 不信你看他的走路姿势 是不是跟那些街道上的条子一模一样 为了能让别人相信自己的判断 这名犯人 还决定当众揭穿罗老师的谎言 他先是让罗老师 重复一遍自己的说辞 然后立即指出里面的漏洞 最后干脆直接问罗老师 是不是警察 这时候 罗老师才发现自己 把台词记乱了 虽然自己确实不是警察 但身份也是卧底啊 一想到被发现的后果 罗老师顿时两腿发软 冷汗直流 于是赶紧找个理由搪塞过去 然后躺在地上 没敢再起来 又过了一天 罗老师越来越觉得 那群犯人看自己的眼神不太对劲 没准他们正在密谋 如何报答自己一顿 越想越害怕的罗老师 打算向监狱长求助 搞笑的是 罗老师又把求救暗号记错了 本来正确的求救信号 是将毛巾挂在脖子上即可 而他却把毛巾挂在了摄像头上 在这里 破坏监控系统 可是严重的违规行为 罗老师的这番操作 不仅把其他犯人搞得一脸猛逼 还把主任气得不轻 虽然罗老师不是真的罪犯 但如果想继续完成任务 就必须接受惩罚 而惩罚的内容 是被关禁闭一个月 此时罗老师仍然没有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还嘴硬地说 自己有信心完成任务 因为他已经和小胖处成了好朋友 但罗老师还不知道 小胖就因为跟他聊天 遭受了无妄之灾 现在办公室主任 彻底对罗老师无语了 那么单纯的罗老师后面 能不能来个大反转 咱们拭目以待 话说回来 无论扎克和罗老师 表现多好多坏 其实都能给我们一个提醒 那就是 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 去做一些违法犯罪的事 否则一定会付出 非常惨重的代价 目前已经有两名 卧底正式入狱 其余五名参与者即将登场 其中还包括三名女性 那么 她们又会面临 什么样的危险和机遇 给小君一个点赞关注 下期视频不见不散